常常的媽媽都會跟你說 喝多兩碗湯汁潤一下補補身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補法呢? 如果患有家族性高膽固醇 又可不可以每日喝湯汁補一下呢? 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到心臟科專科 黃志遠醫生和徐健林醫生 和我們一起試喝三款不同的湯款 和探討一下今天的主題 有家族性高膽固醇患者 是否甚麼都不吃得呢? 女人的食慶 徐健林醫生 你們好 你好 美香 我相信徐健林醫生那麼忙 一定很少可以自己煲到湯 不如我們一齊喝湯 我們今天面前有粟米肉羹 花膠香羅湯和胡椒芥菜的雲吞湯 不如我們一起試味吧 好 好 媽媽常說我們多喝點湯 說對身體好 其實喝湯是否一定對身體好呢 徐醫生 看看甚麼人 以及湯是怎樣煮法 如果只是喝湯 中國人說喝湯是怎樣煮法 例如有些人煮湯 煮到想好濃味 好像剛才所說 想好濃味 有時的鹽份會比較高 看看它的體質 如果他本身有心臟病 心臟衰竭 魚辣糕 或有腎病 其實就不是太適宜 又或者看他放甚麼料 有些人放些料 都可能是不太健康的 有些膽固醇是高的 例如豬潤 有時候如果身體的膽固醇高 也不是太適宜 因為其實看好多人煮湯 為了拿味道 都喜歡放很多肉 或骨頭煮 很多時候 無論是滾湯或是滾湯 都可能煮出來一大攤油 很多油在表面浮著 其實某個程度上 這些都是高膽固醇的東西 對身體可能有不良的影響 尤其是如果自己是家族性遺傳膽固醇高的人 可能這些湯未必適合喝 或想喝的時候 都要留意 可能要撇下油 減低油在湯裡面的份量 喝下去才會比較健康 原來喝碗湯都這麼高學問 剛才兩位醫生都提到 是有家族性膽固醇高的問題 究竟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立即問一下醫生 曹醫生 黃醫生 你們好 你好 曹醫生想問一下 家族性膽固醇血症 是否一種常見的遺傳病 發病率有多高呢 家族性膽固醇血症 是因為遺傳因子變異的遺傳病 發病率有多少就視乎是哪一種 其實有兩種遺傳方式 第一種是病者從爸爸或媽媽得到一個因子 這些情況病屬於輕的 但是比較普遍 差不多每250至300人就有一個 但是另一種模式就是 病者從爸爸和媽媽都各取得一個不正常的因子 這些情況發病比較嚴重 但是發病率就比較低 差不多是16萬至32萬的人才有一位 黃醫生 想問一下 家族性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在小朋友和青少年期間 是否已經有高膽固醇的指數 一般來說 家族性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因為他們的低密度膽固醇 即我們俗稱的壞膽固醇 在出生時已經處於一個高的水平 因為在這個病症來說 身體自己在沒有任何外來原因之下 其實自己都會製造膽固醇的 很多時他們的膽固醇的指數 一代是維持高期 尤其是壞膽固醇 即使做運動或者戒口 吃得很清淡也好 都沒有辦法扭轉高的壞膽固醇的水平 吳徐醫生 患有家族性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會對身體帶來甚麼風險呢 因為那些患者長時間的壞膽固醇 處於高水平 過多的壞膽固醇 就很容易積聚了在不同的血管 造成我們所謂的動物觸氧硬化 簡單來說 即是不同的血管部位 都有閉塞的風險 如果心臟的話 就會有心臟病 影響腦血管 容易腫瘋 影響其他血管 例如腳的血管 我們有時叫做周邊血管的病 黃醫生 相比一般的患者 患有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是否比較容易患上心血管疾病 相相比普通人來說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他們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是比一般的人 可能高達10倍或以上的 而他們病發的年齡 都可能會比較輕 我都見過一些類似的患者 可能在二十幾三十歲左右 就已經因為心血管阻失 而需要通波仔 所以及早的診斷 及適當的治療 是非常之重要的 除醫生 現在可以做些甚麼檢測 去確定自己 有沒有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呢 如果醫生就這樣 幫病人檢查 有部份病人 可能會在手腳的觸件位 有些我們稱為黃色瘤 或者在眼睛附近的皮膚 有些叫黃斑瘤 但不是每個病人都有的 如果沒有這些症狀的病人 要確定的話 一般都是靠染血 染上膽固醇 個別病人 我們也可以安排一個基因測試 黃希先生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 現在有甚麼治療方法 是否需要長期吃藥呢 一般來說 這些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的患者 因為剛才也說了 只是靠飲食或運動的控制 都未必能夠將壞膽固醇回復正常的水平 所以其實他們是有心理準備 可能要長期服藥 來控制壞膽固醇的水平 藥物方面主要有口服 有常用的有兩類 第一類就是他丁類的藥物 都是最常用的藥物 其實它是幫助將肝臟製造膽固醇的機制 抑制了 從而製造少一些壞膽固醇 一般來說 高劑量的他丁類藥物 都可以幫助將壞膽固醇降低 達五成或是以上的 有些病人即使吃了高劑量的他丁 但壞膽固醇控制得不好的話 也可以考慮加另一種口服藥 就是膽固醇吸收抑制劑 其實它的作用就是 阻止腸道將膽固醇吸收 在身體裏循環 有藥肝病人 都需要同時吃兩種口服藥 來將膽固醇的控制達到目標 當然在這些加速性高血膽固醇的血症患者 有部份用了兩種藥物都不是很理想的話 也可以考慮一些新的藥物 就是PCSK9的抑制劑 其實它是一種藥物 是用針劑去將身體裏面的 LDL receptor的數目增加 從而令到它清理壞膽固醇的功能 是更加理想的 徐醫生服用一些鋼膽固醇藥物 會否為身體帶來一些不良反應或副作用呢 如果又會否有其他治療方法呢 整體上現在的藥物安全性都相當高 如果以他丁藥類的藥物為例 如果可以發生包括肌肉疼痛的現象 或者染血時驗到肌肉酵素高 或者肝酵素高 剛才提過的膽固醇吸收抑制劑 亦都安全性相當高 如果在副作用方面 很多時候都只是局限在腸胃不舒服 而另外剛才提過的 就是PCSK9的針劑的藥物 副作用都局限於打針的位置 可能有些不舒服 有些疼痛 或者有些輕微的感冒 對此感冒的症狀 黃醫生 除了吃藥之外 患者還可以怎樣控制自己的病情呢 其實都有幾方面可以考慮 第一件事當然是調整你的飲食習慣 盡量吃少些高脂肪 高膽固醇 高飯式脂肪的食物 第二就是吃多些纖維高的食物 例如生果 蔬菜 亦都令到淡膽固醇控制會好些 第二就是食量做一些大氧運動 除了可以幫助減輕體重 降低膽固醇之外 其實同一時間都可以 減低發生高血壓 糖尿 或者其他心血管病發症的機會 第三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要戒煙 如果正在吃煙 以及不要淤酒 最後就是保持身影開 讓人更開心一點 其實對於身體來說 無論是膽固醇有何 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 那個風險都有幫助 謝謝兩位的講解 相信各位都會對 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這個病 會多了解 各位患者記住 千萬不要偽疾技衣 要樂觀正面面對 今天好兄弟 我們在面前好 約一整天 就像中文 一定要保持一次 根莫 加大